阿露哈 大家好 請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呢 一樣是我們的GOGO大戰爭好不好 大家應該都還蠻喜歡看我們的敵人 在被我們操控了嘛 我覺得應該也是挺有趣的 雖然是很貴啦 但是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GOGO大戰爭的旅程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情 那今天本身要幹甚麼東西呢 上次基本上我們在我們任務這邊 又可以再領取一顆我們這個 遠古的蛋好不好 N102 然後我們上次有讓大家看過 我們蛋蛋初級嘛 基本上就被打爛對不對 那今天的話 再一次蛋蛋初級 通過十個還未通關的操縮關卡吧 對象關卡請確認什麼是貓咪任務 好 達成 遠古的蛋 2102又取得啦 又是一顆 這是什麼 稀有蛋蛋好不好 目前來說我們有兩顆稀有蛋蛋跟一顆1X蛋蛋 但是就是必須要用壽食才可以進化就是了 所以目前來說他們應該都還是 蠻可愛的狀態 這個是有長草的你知道嗎 哈哈 外形像蛋的迷樣物體 今年累月附著了塵土且遭受風化 上頭似乎刻有N102的小小字樣 有嗎 哪裡 哪裡 賣片喔 哪裡 你們有看到N102的小小字樣嗎 這個我也沒看到N101的小小字樣啊 哪裡有 賣片欸 我看不懂嗎 我沒有看到嘛 我扯喔 沒看到啊 怎麼會這樣 好 欸 可以計畫了 欸 我們居然有一顆蛋可以進化了 喔 居然嗎 現出藍色外殼如蛋一般的物體 裡面似乎有微弱的生命跡象反應 善於攻擊異星戰士 我們可以進化一顆蛋了耶 好 我們今天先來開個蛋蛋派對 我們先來用他們來打一下這個關卡 這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是火雞應該還好吧 火鳥鳥應該是還好 然後這邊已經有兩顆蛋 再加一顆蛋應該不會怎麼樣好不好 欸 加蛋要五塊啦 那我在外面等好不好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這個梗 好 我們這邊讓蛋蛋部隊出擊好不好 讓蛋蛋部隊出擊都在這邊 欸 有白色蛋 紅色蛋 綠色蛋 然後目前來說應該是我們的 仓壽司已經累積得不錯了 所以他這邊才可以讓我們就是 欸 拿到這麼多的可以進化了好不好 哇 我們蛋蛋可以進化了 太開心了 舒服舒服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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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來幾嘞 蛋蛋出擊 我記得他們好像都是那種就是 移動速度超級無敵慢 移動速度超級無敵慢的好不好 來 看來幾嘞 先拉面往下喔 我們先幫他們存點錢好不好 不要 不要讓他們在這個 這麼苛刻的世界存活 好 先出了 欸 我覺得可以玩一個新系列 你們知道是甚麼嗎 保衛蛋蛋大集合欸 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被K到一下就爆了 不然來發起一個挑戰好了 好不好 大家想不想玩保衛蛋蛋大集合 我們選一顆最脆弱的蛋 然後看誰能夠 玩關卡 然後挑選關卡 然後保護他 全新系列 守護蛋蛋 然後如果哲平沒有挑戰成功的話 就送罐罐 哇 這發神經了各位 這個新系列你們會喜歡嗎 我記得以前不是我們有那個互動系列嗎 紅白甚麼大比拼甚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次再來一個 守護蛋蛋系列好不好 大家挑選一顆蛋 然後 哲平 欸 要 然後隨機一個關卡 然後做個轉盤 然後我們今天來挑戰 那挑戰過的話 過的話就happy 啊沒過的話就送罐頭 不是啊 那我挑戰成功你們應該要 給我一些表示嘛對不對 比如說 挑戰成功你們就送哲平罐頭 然後 我挑戰失敗 我就 我就送大家罐頭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蛋很脆弱 應該被打一下就爆了有沒有 大家走到前面之前有沒有 我們要盡可能 先保護他們 然後讓他們又 順利的跟著大部隊一起前進 目前三顆蛋都還活著好不好 欸 守護蛋蛋大系列好像還不錯耶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我真的是個 真的是個邏輯天才 這個策劃鬼才 我覺得可以耶 看三顆走這麽慢對不對 這個保護大隊了 然後就很像就是 我們在守護蛋蛋的感覺 阿如果碰到那個什麽 碰到殺手打野 或是紅色火海馬 我們就 再見 say goodbye了好不好 然後如果是獵坡的話 也再見 say goodbye 抽到獵坡關塔直接送罐頭 那個獵坡一炸下去 我們那個蛋都被烤熟了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 還蠻可愛的 我們到時候先來進化一下那個 蒼壽石吧 我們竟然有一顆蛋可以進化了耶 想都沒想到耶 太開心了吧 這就是媽媽的那個蛋要孵化的時候 媽媽的心情嗎 我應該也是這樣 我應該大概懂那種心情了耶 但是他給我紅磚耶 這什麽爛關卡啊 不是這關卡都不會 都不會給我獸食 然後 然後也不給我地圖 那我們獸食是要怎麽辦 來來來我們今天看一下喔 進化一下我們這邊的N102好不好 看一下他需要的素材是什麽 還蠻特別的 這邊需要的是藍色的這個壽食 跟這個綠色的壽食 但是我們這樣就要抉擇耶 因爲我這邊的話那個誰啊 我們那個 殺意貓 可能就要更晚進化了 但是我也蠻想要看一下這顆蛋孵化 會變 是不是真的變很強 我覺得現在這隻壽食角色 應該進化之後應該都會變成那個 非常無敵吧 逆天那種感覺 因爲你就可以直接那個 這個看一下 殺意貓進化 其實還缺蠻少的耶 這邊需要 還差一個紅火石跟那個 三個這個黃黃黃的 好啦算算算算 進化進化 進化啦 反正東西在打啦 可是這邊超貴 五個藍獸食跟五個蒼獸食 貴死了 好沒關係 泰山貓 GOGOGO 全新角獸 蛋蛋進化 哇 哇他是泰山是不是 哦哦哦哦哦哦哦 泰山貓 真的是泰山 好不好很可愛 居住在叢林深處的泰山一組的組長 今天也為了食慾很好的太太而努力打業 善於攻擊異星戰士有超受特效 好不好 目前來說 這就是我們超受特效的這個角色 然後這邊 我們的殺意貓 又離我們更遠了 哇 真的 全部都要重打 不是哦 快給我一些地圖哦 不要鬧哦 好超受關卡的話 目前好像也沒有其他的 只能等下一次其他的東西 我們來讓他打一下 鳳雲貓咪塔好像不起來 打個異界貓咪塔好了 因為異界貓咪塔第一樓這些應該 應該不會太難好不好 我們讓一下這個 哦哦哦哦登場好不好 讓他登場一下看一下他的那個 會不會很秀啊 但感覺如果他是專門打超受的話 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很秀 哦可是 就是生產成本 就是生產速度 吸氣時間很快 哦 哦 超硬坡 他是 他是 他是用他的叫聲嗎 哦哦哦哦 在打 在打人這樣子 移動速蠻快的 然後生產吸氣時間也是很快 這個疊起來 應該蠻厲害 只想知道他的那個 扛壓能力強不強 好像也是 我覺得會變成新的那種 新的那個超受炮灰嗎 這個生波疊起來好像還蠻厲害的 但是 是打範圍的應該還蠻行的 可以耶我覺得 這隻我覺得還行 這不愧是 進化 這個條件嚴苛的 好不好 進化條件嚴苛 所以打起來也會特別強 這隻還不錯哦 那大家基本上 目前來說有進化哪些那個 就是我們這個 獸死角色了嗎 也可以分享給哲民知道 應該蠻多人已經開始在用那個 殺意貓了吧 我們繼續用這隻看看 這隻好像蠻厲害的 這個是打完我們就是 那個超受關卡10關 挑戰10關之後 他會給你的一隻角色 然後你是必須 用蛋蛋來進化好不好 還蠻行的耶我覺得 意外的 哦可是 他如果能夠過 過過過惡魔行李這關 我覺得我會給他很高的評價 好看來是沒辦法 還是得靠盾牌 他沒辦法當一個 很厲害的砲灰 但他可以當一個 後排輸出 再加個盾牌給他 他就蠻強的 因為他其實 也不是一個坦克 但是量產啦 我覺得有點像美魔貓那種感覺 哎好像還蠻行的哦 這隻 目前打這種簡單關卡 至少還可以露臉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是還蠻ok的 可以露個臉 如果再打一隻更難的話 應該就 就 就沒辦法 好不好 然後這兩顆蛋就算了 保護蛋蛋大集合 暫停了暫停了 來來來我們繼續試試看 這邊還有這個 紅色小珊珠 噴起來噴起來 噴起來噴起來 看來是ok的哦 我覺得還行啦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至少是 可以搬得上台面的那種角色 就不是完完全全那種倉管類型 應該是ok 來來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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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其實就真的就是這隻 比較就是比較強 其他 其他兩隻就還好 因為一隻是一叉嘛 然後一隻其實是 蠻簡單就可以取得了 然後這一隻的話 沒有耶 開始出現 平弱的狀態了哦 開始出現平弱的狀態了哦 他們的這個 超聲波 果然還是只能打超獸嗎 但超獸的部分的話 我們真的要看啦 因為到時候 真的是打關卡之後 才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究竟他是不是 只能打超獸超強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打的這些都不是超獸 所以等於算是 算是 沒有就是針對他 相對應的這個 東西去打 但是 我這邊基本上就是 實測就是測試 就是每個關卡都可以打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角色好不好 大家都會說 哲平每次都是用一些貓貓 打他們不適合了 那是鐵定的好不好 那那個不是哲平特別設計的 但只是我剛好那天 我要打的關卡 就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又想看他們好不好 所以 我這邊是負面行銷角色區 但大家還是要實際用過 但我是覺得 目前來說感覺起來的話 他其實如果在 他不擅長的領域 也可以打出一番作為的話 那 那其實說真的 他的能力就還蠻強的 因為他基本上在 打他原本的那個地方 就可以打很強嘛 但是你如果在 拿他去打另外其他地方 他也可以打很強的話 這隻角色就絕對是很推薦的那種 好啦 我覺得他基本上量量產 然後 吸氣時間又很快 然後基本上930 還算是 可以接受的範圍嗎 我不知道 那大家有沒有進化我們這些角色了呢 也可以分享給哲平 知道你們進化的是哪一隻 好不好 今天這隻泰山貓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對他的一些看法 那我起評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